這時候冬天我們特別吃得多東西 有很多派對 為何在這個時候 真的特別容易滑? 對, 因為我們平時的胃 都適應了一定的食量 我們在過時過節 比較常見是外出吃飯 或者吃一些比較肥膩的食物 例如打火鍋、燒烤 或者吃些煎炸、辣的食物 都會令胃容易有些脹滑的情況 除了剛才說的煎炸、辣之類之外 有甚麼食物特別容易食製 通常我們過時過節 都會外出吃飯做節 吃一些很豐富的食物 例如鮑魚、冬菇、花膠 當時都是好食物 吃鮑魚食製很豐富 這些食物都要我們嘴巴長一點 而且有些老人家 可能吃東西的時候需要慢一點 牙齒不太好 我們都建議慢慢慢慢吃 一頓飯最好吃是20至30分鐘 老闆 老闆 其實食製了的感覺 有甚麼症狀 跟吃飽的感覺是否有很大分別 其實如果製著的感覺 很多病人會告訴我們 就是肚子就像鼓一樣漲起 或者有時食物好像不下格 拎著拎著 他們有很多形容詞 去形容這個情況 如果嚴重的話 甚至會因為太脹 會有痛的感覺 有甚麼舒緩的方法可以幫幫我們簡單地 今晚吃完一頓大餐 我回院很難吃的時候 可以自己去處理它 有的 其實即時來說 我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例如站起來 可以去洗澡 或者散步 慢慢走 千萬不要做一些劇烈的運動 洗澡之類也不建議 是嗎 是的 因為我們吃飽之後 盡量希望血液留在胃裡 去消化食物 如果是洗澡或者做一些劇烈運動 會令身體的血管膨脹 會令血流到其他身體的器官 減慢消化 還有甚麼方法 另外可以用手 順時針地輕輕地在肚子上按摩 這個也會幫助消化 怎樣按摩 這樣 因為我們的腸胃是這樣的方向走 所以就要順時針地按摩 所以說很大力 輕輕… 好像吃一口放咬了 很害怕的人 真的 但是不會擦擦擦擦會不會太好 輕輕… 如果很脹 一般我們也不需要 所以吃製了反而不會動太多 按下肚子 對… 除了這些之外 有否吃甚麼可以幫助消滅呢 吃酸的食物開胃 或者經常聽人說 喝茶、喝龍茶可以消滅 有用嗎 其實我們吃製了 肚子已經很脹 還要吃東西 再吃多些食物應該會再加劇 那種情況 而且胃其實一般都很酸 所以水果一般都不夠胃酸 所以幫助不是太大 坊間也有很多燒製茶 那些 是… 暖的或茶是有一點幫助的 但就不建議喝太濃 因為通常吃製了都已經夜了 再喝些濃茶 然後醬汁又分不上 那就比較濃脹 那其實沒甚麼食物可以幫助消滅 其實應該是下一餐吃少一點 即使來說 如果已經有肚子的感覺 我們建議下一餐進食的時間 隔久一點 還有吃的份量就少一點 還有盡量… 如果真的要喝東西的話 就喝一些暖的東西 千萬不要再喝, 冷喝 但是有些人會感覺到 胃長期好像頂住… 其實是否因為吃大了… 即是脹了, 吃大了的胃 還是其實可能會衍生 其他身體有甚麼問題出現 是否真的會吃大了 因為說吃大了的胃 其實真的會有吃大胃的情況 因為我們的胃就像一個氣球一樣 有彈性 如果慢慢越賺越大 食量和劑的感覺都會更明顯 但一般來說, 譬如過時過節食製 我們預計一、兩天 就應該會慢慢改善 甚至乎已經失去這個感覺 如果症狀持續多於一個星期 或者一直重重覆覆也有的話 我們真的要小心留意 身體有沒有其他毛病 可能感覺到痛 或者扯著就要去看醫生 要早點看醫生 其實去到甚麼情況、甚麼地步 我們真的要去求醫 我們一般來說建議 症狀持續多於一個星期 我們要再考慮一步 可能要早點看醫生 因為以胃來說 除了不消化之外 可能結構上也會出現一些問題 好像胃本身表皮有點紅 對, 有一些胃炎的情況 但如果嚴重的話 可以是胃潰陽 甚至乎很罕見 可以是胃癌的症狀 胃潰陽是怎樣的 胃潰陽就是胃壁的黏膜 開始破損 胃的組織也開始有發炎 甚至是潰陽 比較常見的細菌感染 就是幽門螺旋菌 大家可能聽過了 各位主持 幽門螺旋菌本身 是在食物上感染得來的 例如煮得不夠熟 或是去一些落後的地方 衛生環境比較不理想 幽門螺旋菌最典型的病症 正正是胃氣象 所以我們也要留意一下 會否徵狀持續很久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要做一些身體檢查 是,那醫生會怎樣去檢查 去檢查病因呢 一般問完病歷之後 我們會因應病人的年紀 以及病徵出現多久 去建議做一些身體檢查 現在黃金指標還是照胃鏡 直接放一支內規鏡 進去食道、胃 看著胃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就取組織化炎 排除有沒有幽門螺旋菌 另外,我們也會有掃描的協助 例如是超聲波 看看膽有沒有發炎 有沒有膽石 因為膽也是一個幫助消化 尤其是化解肥膩食物的 一個重要的器官 女生,其實你針對不同病徵的成因 你都是由淺入心的 可能開頭就是用承藥 看看有沒有幫助 我們一般建議 改變了飲食習慣之後 我們會開一些藥物 藥物的方面包括幾個類型 如果針對胃酸導流 或者胃痛的感覺 我們會開一些質子泵制酸藥 或者一些簡單的胃藥 去幫助徵狀 另外也有一些消化藥 而且現在也越來越多 有益生菌 因為醫學上發現腸胃的問題 很多時候在身體食道裡有好的菌和不好的菌 不平衡 會引起的 也是這方面的藥物 好,最後有沒有一些小提示 讓我們可以在生活上注意一下 好,過時過節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但要注意定時飲食 還有盡量不要吃太肥膩或辣 盡量…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慢慢飲食 令胃有足夠時間消化食物 適可而止 對… 控制著自己的食量 今天謝謝盧醫生的講解